你这是要做什么?你要造反吗? 当然是想要做皇帝 这位置,父皇能做,儿臣也能做 朕说过,朕若不给,你不能抢 儿臣今天就抢了,父皇又能怎样? 朕最后给你一个机会,你带兵退出去,朕饶你性命 请皇爷爷退位,让位给我父王 皇爷爷可当太上皇,安享晚年 朕若不退位呢 皇爷爷若是不退位,就别怪孙儿了 父王,皇帝已有准备,当速速退去 可是 好吧,把他们给朕抓回来 娘的,刚穿越就被追杀,还是一个造反的大罪 这两日一直在逃亡,独孤灵像个疯子一样 紧紧追在屁股后,别说睡觉了,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 父王,独孤灵就在后头,我等速度要加快 前面是深山,不立骑兵行动,只要躲进深山里还有机会 没用的,跑步掉了,我也没力气了 李奇确实是累了,不仅是他,所有逃出长安的人,经过日夜奔波 风餐露宿,皆是身心疲惫 末将进军校尉赵凯,独孤将军有令 如勇往殿下愿意放下兵器,随他回长安,可饶殿下一命 可否让我等商议一下,不会太久,最多一刻钟 你们尽快商议 父王,眼下独孤灵暂时没有行动 我等骑快马,尚有机会逃进深山 你不知道独孤灵的厉害,还没有人能从他手上逃掉 即使逃不掉,也要逃,绝不能回长安,我们犯下,可是逼宫的大罪 如果回到长安,哪怕侥幸不死,也会被圈禁 等陛下驾崩,太子登基后,也不会饶恕我们 家儿,放弃吧,我登不上皇位,你也没有机会 父王,儿子有自知之明,若能活命,岂敢再奢望其他 现在重要的是,赶紧逃离此处,晚了,就来不及了 没希望了,你看看你母亲,妻倩,还有其他人,他们能跑得动吗 何况你母亲身体向来不好 夏儿,若好好求求陛下,也有可能会放过我们 夫君,白局已定,当前只能速速返回长安,请求陛下的宽恕 早知当初不该听你之言,若不作乱,我岂会落到这般下场 父王此言不妥吧,之前父王明明说过 这太子之位本该属于你,父王早有谋反之意,与我何干 你整天结交民间之人,还找来一些术士,说我有天子之气,都是被你害的 不管那些术士怎么说都无法改变父王心意,你以为儿子不知道吗 早在我幼时,父王就私自造了龙袍,父王想要干什么,这不显而易见的事吗 我是造了龙袍,而你呢,你还伪造传国玉玺,打算假传圣旨 我是私造玉玺,这是父王难道不知道吗 我记得父王当时还夸赞我,做事颇有谋略,父王这么快就忘了吗 你以为我是为了谁,还不是为了你,我若做了皇帝,你就是太子 父王现在承认你才是主谋士吗 是有怎样,不是又怎样,握有这么多精兵,本来可以是成 因为你做事不周密,导致功亏一篑 我做事不周密,儿子大牙都要笑掉了,你去长安城里问问 谁不知道,庸王想要做皇帝,平民百姓都知道,更别说皇帝和太祖 谋反这样的大事,应不动声色,暗中谋划,父王连这都不明白吗 我年幼时,父王明明说过,将来让我执掌江山,却把太子之位给了理由 这个谁能证明,哪怕陛下真说过这样的话,你是长子,又能怎样呢 嫡数有别,皇帝只要不傻,都会优先让嫡子继位 我还是那句话,不能回长安,你若想回,就回去吧 我是死都不回去,我今年才十七岁,父王想让我被幽禁盗死吗 你不回去,还能去哪里 你若想投奔齐国,那就去投吧,或许有机会保命 儿子不回长安,身为大魏皇孙,也不会投奔齐国 什么意思啊,难道真去深山里做山带王 是又怎样,做山带王也不错 最起码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总比任人宰割墙 哈哈,真是无知,你自幼锦一玉时,岂能受得了深山中的穷苦 难怪殷和刘盈盈听说李昭打算逃进深山,脸色不由变了变 这比投奔齐国还要糟糕 他们也是出身关中名门,苏香世家 他们已习惯待在繁华的长安,若让他们整日待在深山老林里 岂不是要他们的命 你是皇长孙,陛下必不会害你 顶多训斥你几句,家父也会上表替你求情 夫君莫要冲动,回长安吧 刘盈盈这话,要么坏要么蠢 我可是拔剑对着皇帝,要求皇帝退位 无情罪是帝王家,这等大罪必会受到重罚 你二人如要回长安,我现在就写下修书 撇清和我的关系,这样或许能帮到你二人 撇清陛下对你们的责罚 愿意追随我的人,我日后必不会亏待众人 若不愿追随,也不抢留,现在即可自行离开 很快,一支千人的队伍,只剩下一百多人 留下大多是拥王府家兵 这些留下的人里面,家将刘轩 周文等人擅长战场重逢 王子晨善于谋划 不算太糟糕,总比没有强 独孤灵为人机敏,不会轻易放松警惕 我等虽骑快马,仍有可能会被追上 还需等待时机 等这些人全部离开 对方会暂时误以为 我等全部投降 心中有所松懈 同时分散开的人群也可暂时挡住 对方骑兵 机会只有一次 而等若看见,我翻身上马 立刻随我狂奔 不要回头,哪怕背后是万箭齐发 也要鞭打坐起,加速离去 父皇打算怎么处置我 末将尚未收到圣语 请庸王殿下先随我回长安 提定将军 贤方有百余期突然难逃 庸王殿下 敢问世子人在哪里 善儿不在这里 他不愿回长安 诸位莫荒 我等已轻装前进 但独孤灵及其麾下 接身着盔甲 速度上肯定比不上我们 且其不熟悉山路 待天黑后 我等即可摆脱身后追击 无论如何都要抓到李霞昂 死活无论 勇王李奇毕竟是皇长子 独孤灵不敢杀他 而李霞昂是皇孙 且深度参与逼宫 皇帝二十多个皇孙 即使杀了李霞昂 也不会严惩独孤灵 顶多训斥一番 世界 将军 我军已追回雍王等人 任务基本已经完成 前方是汉中帝境 继续追下去的话 难保不会遇到其军 回长安 世子 独孤灵已离开 我等也要尽快离开此地 我知诸位这几日不容易 但独孤灵为人狡诈 高不好还会返回来 我等如今位置比较隐蔽 适合藏身 也适合向各个方向逃去 最好继续待在原地 等一两个时辰后 独孤灵如不回来 我等再出去 没想到竟被夏昂猜中 独孤灵离开不到一个时辰 又原路返回 查看周围没有动静 终于彻底放弃 李霞昂松了口气 这一关算是过去了 接下来的问题是 众人何去何从 见众人齐齐望向他 夏昂表现出一副淡定的模样 嘴角含有一次笑意 仿佛一切都在他的预料之内 这个队伍仅剩下一百遗人 且众人心思刻意 我虽然目前是众人主心补 但若脸上露出些许慌张之色 这个队伍立刻就垮了 众人极有可能离我而去 勇王世子这个身份 已无多大用户 我可不想当一个光感次令 一个个干嘛沉着脸 死里逃生该是姓氏 独孤灵如此厉害之人 依然被我等轻松摆脱 还有什么可担心的 刘轩 周文 你二人各自带些人 去前面探探路 打探下周围情况 如周围有什么大的山庄 或土匪山寨之类的 不要打草惊蛇 速速回来告知我 自成你带些人去山里采摘一些野果之类的 弓箭也带着如玉琴兽将其射杀 给大家改善下伙食 先填饱肚子再说 乐 这几日一直在赶路 你们也辛苦了 休息下吧 不辛苦 刘轩等人还没回来 大家皆如此辛苦 我怎可以独自享用 先把这些果实分给众人 这头羊等刘轩回来后再享用 你也辛苦一天了 先休息下吧 其实他饿得要死 恨不得现在就把羊烤了 他如今已不是拥王府世子 无权无势 若再不安抚人心 摆什么皇孙的架子 岂不是找死 他身边这一百多号人 身上皆持有刀剑 万一遇到个少脑子的 要刺杀自己 情况就不妙了 以前的李香可不是这个样子 难道是遭此变故 以至于变了性格 辛苦了 可有什么发现 启禀殿下 居属下发现 方圆石里几乎料无银眼 但在一处山岭上 发现一个散寨 山寨中约有七八百人 其中还有不少妇孺 山寨中轻壮 持有什么兵器 兵器简陋 多是棍棒扁的子类 仅少数人持有刀剑和长矛 山寨防守一场松懈 我等即使就进观察 也未被发现 对方应该只是一帮农民 但为何会在此处呢 据我所知 习国汉中刺史王景为人残暴 强行征说各种科学杂事 汉中百姓生活日渐难以为继 刘统领说的那些人 应该是逃难的百姓 这种败类 习国为何还不将其言臣 这个我也不清楚 据说王景和习国某位皇子关系不错 先别管这些 等吃完抓紧时间 休息下 今夜自时出发 拿下这个山寨 此次出战 还是刘轩周文领兵 若交战中 对方愿意投降 不可随意杀 我已吃饱 把他给刘将军吧 谢殿下 出发 尽快控制山寨大门处 不要让一人逃出山寨 有人喜 投降不杀 这座山岭叫什么名字 黑狐岭 黑狐岭 这名字不错 你等为何会在此处 我等原本是附近县城的百姓 因官府多次强行征收赋税 若不交 则要服劳役 然而要缴纳的赋税太多 实在是交不起 此处远离县城 人即携手 故逃到此处 我知你们心中不安 但不要害怕 我非滥杀之人 更非恶人 只要不反抗 你们可继续在黑狐岭上安稳度日 我既然占了这黑狐岭 同时也会保护你们 哦 占据黑狐岭后 黑狐岭比他想象的要大 山寨中起码可容纳五千多人 而山寨内还有不少粮食 够目前所有人吃两个月 统计山寨中青壮约有四百多人 李夏昂将他们全部打散 并入自家部中 并提拔雍王府家兵为小统领 加强对军队的控制 让刘轩周文他们负责训练青壮 终于有一个容身之处了 也不知我那个不成绩的父王怎么样了 雍王李奇逼宫失败 逃出长安 仅三天时间就被逮了回来 李夏昂之前猜得没错 逼宫这样的大罪 肯定会受到朝廷严惩 大部分作乱之人 皆被斩杀 尤其是雍王府的嘉宾或亲信 直接被吊死在城墙上 用来威慑心怀不轨之人 不少人在死前 深深后悔返回长安城 早知当初追随李夏昂 哪怕作业人也比没命强 可惜这世上没有后悔要 男观音和刘盈盈两女 持有李夏昂的修书 未被杀 但未经黄命 终身不得出自家府邸 李夏昂几个兄弟姐妹 全被贬为平民 终身幽禁在宗府 估计这辈子很难再看到太阳 而雍王妻子白氏受了刺激 很快撒手人寰 李奇一脸的颓废 低着头 跪在大殿上 再也没有网入的气宇宣昂 百官站在两侧 大卫天成帝李昆坐在皇位上 冷冷看着下面的李奇 为此要造反 儿臣胡说 受虾儿所获 可笑 你身为人妇 竟将罪责推到自己儿子身上 难不成他才是雍子 你不知羞耻吗 李夏昂人呢 怎么没看见他 虾儿说 如果回长安 即使不被杀 也会被幽禁道子 他宁肯坐山大王 也不回长安坐街下桥 虾儿这话 倒也没说错 你真是没出息 身为李氏皇族 若败了 能逃则逃 如逃不掉 则因自问谢罪 竟然就这么灰溜溜回来了 你们几个都说说吧 该如何惩治他 习禀父皇 大哥既已认罪 当从轻处置 具体如何从今处置呢 幽禁府内即可 儿臣赋议 将李奇扁为平民 圈金再送付 他最终没有杀李奇 却是他的长子 他曾经对李奇给予厚望 李坤心中明白 李奇走到今天这样的地步 多少和他有些关系 都退下吧 太子留下 这样的土质 你心里是否满意 父皇用心良苦 儿臣铭记在心 你可知 朕为何不把太子之位给李奇 儿臣不知 原因很简单 李奇扛不起大魏的天 甚至没有他儿子李下昂有骨气 李奇处世鲁莽 一欲挫折 容易丧失斗志 若他日后真继承了皇位 大魏威 站起来 你告诉朕 当今天下 是一个什么样的天下 李佑心中清楚 他的回答非常重要 甚至直接影响他的太子之位 大魏内部 关东各个节度使狼子野心 早有反义 然 顾忌关中铁骑 不敢轻举妄动 草原杂胡 屡屡进泛河北 而在南方 西国从未放弃北伐 你说的不错啊 大魏四面皆敌 所以我不敢将江山交到李奇手上 很多事情 牵移发而动全身 比方草原杂胡进泛河北 而将他们驱离的 并不是朝廷的兵马 幽州节度使多次击败草原部落 若朝廷收复了幽州 就要面对这些蛮夷 而朝廷最有能力击败杂胡 自身实力却会受损 一旦朝廷进军实力受损 又如何威慑那些野心勃勃的节度使 父皇英明 而不及也 朕刚继位时 外部更加恶劣 现如今已收复了河东和洛阳等地 不管是朕 还是将来的你 要做的事 慢慢积攒国力 逐渐蚕食贯东 若拿下京乡或淮南 则可循迹攻打齐国 然后一同天下 请父皇放心 儿臣绝不会让父皇失望 李奇这件事就这样吧 该杀的也杀了 该关的也关了 至于李夏 只要他不回长安 不投奔齐国 是生是死 随他去吧 儿臣遵命 你下去吧 是 那人还没传来消息吗 自从逃出长安 此人尚未传来任何讯息 回话之人 宫中常称至赵公共 赵公共自李坤登基后 一直尽心服侍李坤 当年李坤铲除宦官时 赵公共仍誓死效忠李坤 帮了不少的忙 属于李坤心腹之人 不应该呀 难不成他被发现了 李夏昂占据黑狐岭已有半月 这期间 未有滥杀之事发生 他偶尔还会和山寨中人闲聊 亦附和颜悦色的样子 山寨里有一人 姓杨明智 年近五十 头发一半白 好饮酒 却很少醉 杨智市的老书生 不仅读过四书五经 也读过各类兵法等其他杂书 李夏昂攻打黑狐岭 当日 杨智听见声响 并未理睬 仿佛这和他没关系 继续躺在床上呼呼大睡 因其年龄大 李夏昂未将其钉入军中 没想到 此人却在近几日 频频来找李夏昂 要求从军 一个老酒鬼 身上整肩 一股浓浓酒味 估计刀都拿不起来 我之所以起银酒 乃是因郁郁不得志 古人云人不可貌相 你怎可因我年老而小瞧我 我自幼熟读各类书籍 你又怎知我没有才干 军中长刀 不道百把 其他多是灌棒之类 我近日正发愁此事 你可有什么好的办法 此事简单 只要有了钱梁 何愁没有刀剑 方圆十几里 料无人烟 我去哪里搞来钱梁 在此处西北方向 约三十里处有一大户人家 是柳城张氏 与其他豪强不同 张家府邸没在城内 府邸内加兵数百人 外观设计犹如碉堡 院墙较高 墙头还是有剑塔 防守慎眼 周围山匪 却不敢攻打此处 但府邸内钱梁众多 又张家几代人的积攒 可取而用之日 你的意思是 让我攻打张家府邸 当然不是 我军实力较弱 根本不可能打赢 说了这么多 还不是废话 再下的意思是 目前虽无法下手 但当我军实力建长后 可在攻打此处 你先回答我 目前去哪里弄 来钱梁 除了劫略行人 别无他法 我听说 汉中近些年来 山匪众多 商人多不愿 经过深山 有一个地方 肯定能截掠到钱梁 只是有些危险 不知殿下敢不敢去 什么地方 首府南正城外 约三里处有个山谷 经常有商户经过此处 殿下可让人埋伏在山谷附近 并会有所收获 此处居南正太近 城内有上万骑军 一旦被发现 恐难以活命 促贵险中求 就看殿下敢不敢了 若选在傍晚下手 得手后迅速躲进深山 可成功逃脱 在下熟悉周围地形 愿为殿下指路 那就试试吧 殿下打算什么时候行动 今天不行 我有要事处理 须名誉 但晚 李虾昂在山寨中设宴来款待之前 和他医病从长安逃离出来的孤独 他很早前就有打算举办这场宴席 但当时黑狐岭上人心未定 如今局势已基本控制 诸位 这里不是长安 不用多礼 都坐下吧 刚来黑狐岭时 我就想要宴请诸位 但当时情况 大家也知道 山寨里人心不稳 诸事繁杂 这事也就耽搁了 在这里 我向诸位赔罪 这杯我先干了 这几天 殿下为了我等这些亡命之人 日夜辛苦 我等也该敬殿下一杯 孙丰你把酒碗放下 其他人可继续 你不行 孙丰表情诧异 慢慢放下酒碗 眼神黯然 其他人喝完后 放下酒碗 心中奇怪 不知李夏昂是何意 只有王子晨依旧淡定 仿佛知道了什么 今天我要谢谢诸位 即使逃出长安 依然在我身边 不离不弃 借着这个机会 我会和诸位 好好聊聊以后的事情 再说这些之前 以前的事情 必须先要做个了结 为何我等 会流落此处 原因诸位也清楚 我和父王逼宫失败 被迫逃出长安 但为何会失败 孙丰你站出来 告诉大家 失败原因是什么 殿下 这是何意 我怎么可能知道 父王和我定下了出兵的计划 仅一个时辰后 就杀向东宫 速度不可谓不快 但谁能想到 当雍王府兵马赶到东宫时 陛下竟然已经设好了埋伏 很明显 有人事先告密 我记得很清楚 当初谋划此事时 你就在一旁 熟悉整个计划 台下诸位听到此言 爹又惊又怒 因为此次逼宫失败 不仅没了荣华富贵 还导致他们流亡深山 连累了在长安的家人 很多人愤怒看向孙丰 赵姓才坐不住了 他和孙丰一样 早在七八岁时就进了雍王府 从小一级长大 一起服侍雍王父子 关系极好 他自认非常了解孙丰 实在想不通 你瞎昂为何要这么说 孙丰 刚才殿下说的是真的吗 殿下 可有什么证据 有人告密 这一点是肯定的 我一开始 没想到是你 当时还有其他人 也在场 每个人都有告密的可能 但逃离长安后 你的一些举止 让我起了疑心 当初独孤灵 追赶我等时 你明明在队伍最后面 在你前面几个人 被射落马下 你却未被射中 当然这也可能 只是个巧合 进入大山后 我趁着黑夜焚响 彻底甩开独孤灵 结果距离不仅没拉远 反而差点被发现 而当时在前面 引路的人正是你 从那时开始 我开始怀疑你 进入黑狐岭后 你多次想要走出山寨 理由是去山中狩猎 但我记得 你明明不擅长射箭 况且我早已下令 没有命令 任何人不得 随意出山寨 你幕后之人 是谁 又是什么时候 被买通的 我本一孤儿 迄今为止 不知父母是何人 刚记事时 被义人收养 他带我挤好 给我吃穿 教会我读书写字 我是其为父亲 无论他让我做什么 我都愿意 之后让我进了雍王府 在府内用心做事 很快就到了世子身边 至于哪人是谁 请世子见谅 我不能讲 话到这里 戛然而止 也不用他再讲下去 众人已清楚是怎么回事 你为雍王府 效忠多年 这份功劳 我铭记在心 但因为你的背叛 害死了这么多人 我不能再留你 我会给你个体面 留下全尸 你此后 则依幽静处 将你下葬 赵信才 你带他出去吧 两人出去后 听堂内顿时安静下来 不一会 赵信才独自走了进来 剑鞘上带有少许血迹 赵信才坐下后 脸上没有愤怒 只有些许悲伤 诸位 以前的事情 已经暂时做了一个了结 如想要全部了结 还需日后杀回长安才可以 接下来 该谈谈以后 怎么办 从即日起 正式建立昭武军 我为昭武军大元帅 王子晨为军师 暂时以黑狐岭为根基 以后诸位就是 昭武军的栋梁 我提议 一起为昭武军大业干杯 李夏昂强装淡定 其实心里有些小须 我所说的大业 下面有多少人会相信 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即使如此 也不能什么都不做 人只有能看到希望 才会有奋斗的动力 我统计了下 台下共有120人 我李夏昂敢向天启示 只要尔党一直在我身边 我绝不会亏待诸位 封侯将相不敢说 荣华富贵 绝对少不了诸位 你们面前的粗茶淡饭 以后都会是美酒佳肴 了不起啊 没想到殿下年龄不大 这手段竟这般厉害 将失败原因全推到孙丰身上 一定程度上化解不少人 对雍王负责的怨气 孙丰固然有错 但雍王做事不细 附点内肯定有不少人被收满 处理掉孙丰后又立刻为重人指明方向 徐下沉默收揽人心 饮酒误事啊 我原打算等宴会结束后 和刘轩等人商量出兵的事情 结果竟然一醉不醒 也是怪了 杨志那老头天天饮酒 也没见他醉过 难道喝的不是一样的酒 信财帮我去换刘轩 杨志 周文 王子晨等人过来 众人到了后 李湘昂说了去南政劫掠的事 众人有些犹豫 觉得此事风险有些大 得手后 若我等迅速逃入密林 杨先生是否熟悉周围路线 在下曾多次去过南政 自然是清楚 且动手时间选在傍晚 我等也可借助黑夜的掩护 摆脱掉南政守军 杨志 刘轩 王子晨三人 待三百人 今夜随我出发 周文和赵信彩 留守黑狐岭 是 殿下 还有一件事 通知下去 以后不要再喊我殿下 我这拥王世子的身份 估计早被陛下废了 我是招武军大元帅 称我大帅即可 是 大帅 带去的三百人 其中一百人是来自长安 这些人训练有素 连东宫都赶闯 是此次攻击的主力 其他两百新兵 全倒是带去练兵了 赶来一天路 快到傍晚的时候 招武军抵达杨志所说的山谷 为了更好的隐蔽 李夏昂命令众人躲在草丛里 继续等待 这些马车没有护卫 且路过行人衣着朴素 估计没多少钱财 不值得动手 大帅 可以下手了 交出车里的东西 赶紧滚 这是南正邓氏的车队 家主和刺史王大人关系甚好 等一等肉感劫略 恐怕会死无造身之地 必须速战速决 把车里的木箱赶紧搬走 莫要耽搁 众人急匆匆钻进山林中 向黑湖岭狂奔而去 王子晨星系 安排十几人在队伍后面擦去足迹 直到天亮后 众人才回到黑湖岭 打开箱子后 箱子里也都是白银铜钱 大致数了数 约有一千多两 你想个办法带些人去趟南正 如果刀剑之类不太好买 购置一批枪头也行 可假装售卖木柴 以此混入城中 但能否买到这些东西 在下也不敢保证 总归要试一试 南部城真要拿着木棍去打仗 在下尽力而为 杨智没担了多久 第二天和刘轩一块 带人启程前往南正 所有人接办做山中百姓 大帅说的这些东西 商铺里应该不太好买吧 我也有多年没来南正 谨慎起见 最好去一些小的铁匠铺 可否打造几个枪头 当然 什么都能够打造 若是数百柄长刀或长枪呢 你们是什么人 想要干什么 钱不是问题 你只说这单生意能不能接 若是做不了 我等立刻离开 不再打扰 这单生意我接了 长枪和长刀哪个更便宜 长枪也分很多种 价格一般比长刀便宜些 好 长枪即可 不用太过精良 但枪头必须锐利 来之前李夏昂对他说过 条件艰苦 长枪能刺人就行 两人详聊许久 阴阳制药的数量有点多 铁匠铺一时半会造不出来 阳制带走了一批存货 交了些定金 约定每隔一段时间会派人来取 一个月后 昭武军阔兵到了八百余人 使用长刀仅有一百多人 其他皆是长枪兵 人是多了 粮食却不够吃了 上次从南正城外抢来的钱财 基本已经花光了 王子晨大概统计了下 目前山上粮食最多只能坚持一月左右 李夏昂心情沉重 一时也想不到去哪里搞粮 张家府邸内加兵不到千人 人数目前和招武军差不多 大帅既然没有粮食 何不攻下张府 其府邸内钱粮众多一旦取舍 大帅不仅可以解决粮食问题 也可招兵买马 壮大招武军 我军大部分是兴族 张府内不少家兵却身着精锐盔甲 如何能打赢 且其府邸修建如同一座碉堡 墙头上甚至有十几台床弩 蟹肉之躯 很难抵挡强攻进弩 即使此战艰难 也要咬牙打下去 大帅来到黑狐岭一将近两月 仅仅扩兵两三百人 大帅不是说要成就一番大业吗 照当前进度 恐怕永远都做不到 况且军中粮食已经不多了 与其饿死 不如放手一搏 李夏昂心中产生一丝疑惑 杨志好像过分关注张家 传我军令 秦家练兵 一个月后 全军出击 攻打张家府邸 大帅英明 此战必胜 此战风险不小 若失败了 我等恐将死乌丧身之地 我意已决 不必在意 黑狐岭迅速进入了备战模式 之后的每一天 天蒙蒙亮 李夏昂就穿一起床 观看士族训练 如发现有人偷懒 立刻当众严惩 直到天色变黑 才停止训练 在士族刻骨训练的同时 刘轩带人 花了好几天时间 将行军路线 及张家府邸周边地形 摸了得清楚 甚至其府邸大门 什么时候会打碍 墙头上占有多少士族 也基本搞清 这一战 事关李夏昂 身家性命 不能不用心 众人商议战术时 坚认同 绝不可强攻 否则伤亡太大 必须设法 骗开府邸大门 然后迅速冲入府内 速战速决 王子晨心生一计 每隔几天 会有数辆马车 为府邸运送木材 士族可藏有木材中 借此混入赃府 如果此战打不赢 大家都会恶死 无论多么困难 也要坚持打下去 输了 大家一起完蛋 赢了 昭武军将脱胎换赌 武备好汉 莫要误会 好汉请看 这里不是什么贵重东西 只是写寻常木柴 没有误会 木柴可是要送往城外的张家 是的 你叫什么名字 小人长大梁 你每次向张家运送木柴 是如何进入张家府里 如实告诉我 你若骗我 立刻取你性命 小人每次将木柴 送到张家府里门口 张府里会有下人出来 将这写木柴扮进府内 小人从未进去过 在下建议 士族可藏于车内 外面盖上木柴 但这些车最多 只能藏50个士族 其余士族在府里外隐蔽 该张家下人打开大门 车内士族立刻出来控制大门 引其他人杀入张家 可以 刚才的话 你们也听见了 如果你们万一不小心 导致我被提前发现 或者想要告密 第一个死的就是你们 我即使没攻进张家 杀光你们还是轻而易举 若你等愿意配合 事从后会给予重赏明白吗 小人明白 一定配合 木柴来了 今天是怎么回事 为何来的这么晚 下次要还是这样 别想再拿到工钱 动手 动手 上 守住大门 绝不可 放一人出府 此处离柳城 不到十里 不可被官兵发现 雷 雷 别杀我 终于打赢了 招五军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死伤人数接近三百人 大帅 刚才学问府内掌管田梁的下人 得知府内光白银就有二十万两 铜钱和金银珠宝 等上未来的集统计 想来数目也不少 粮食无碍时 府地内还有不少军械 如长刀 弓弩 推甲之类的 快 快安排人 立刻搬回黑狐岭 统统搬走 牛车 马车之类的 全部装满 不对 张霞三代人的积攒 绝不止这些 我建议大帅再去张高顺房间里找下 或许有什么暗示 宋俊 你带人去找下 比方书架 字画 床底下 墙壁之类 该砸的都砸的 务必要找到 这张家是何来历 张师是汉中豪强 家族子弟多有在汉中当官 据说 在齐国朝廷里 一个户部郎中也是张家的人 这张府修建的如同一座堡垒 家兵武器精良 可有人在军中从事 张高顺三个儿子 目前都不在府邸内 张子张行元和四子张行帽 目前人在汉中守抚南正 皆在军中任职 若要搞来大批军械 对张家来讲不是什么难事 齐国的法律 允许军械流落这些豪强之手 不担心他们造反吗 自然是不允许 王景匹夫也 明知汉中是重地 毅然横征爆脸 致使不少汉中百姓落草为寇 汉中无数大善众 还有不少类似黑狐岭这样的善寨 这全都拜王景所致 此人不仅不善民生 对军略更是一窍不发 这样的蠢货 为何能当上汉中刺史 王景的亲姐 是当今齐国的王贵妃 王贵妃甚得其弟喜爱 其生有三皇子 王景经常向三皇子将于输送贤粮 三皇子得以收买朝中大臣 争夺太子之位 在王贵妃运筹下 王景成为汉中刺史 且汉中之帝 远离齐国都城金陵 一守南宫 近数十年来未有战事发生 至于汉中大山里的穷苦百姓 其弟即使知道 也不会在意 王景对作文汉中刺史之位 李夏昂大致明白了汉中情况 不由多看了杨志几眼 这老家伙这些年来 表面上是在家读书种田 恐怕没有真贤着 大帅 汉中可图 朝武军寥寥百人而已 别说汉中守府南正 光柳城就有三千守军 我能否自保尚不可知 岂敢再有非分之想 李夏昂的话 杨志自然是不幸 他怎么看都不是一个安分之人 在魏国时 和父亲雍王积极谋划逼宫 带头攻打东宫 敢拿剑指着魏帝 失败后 逃到齐国 在黑胡岭上收买人心 然后又成立了朝武军 显然 此人所图甚大 攻破张祖后 所得到的钱粮 足够大帅 扩兵数千人 其次 在下建议 无论汉中哪座城池 短期内 皆不要攻打 说下去 在齐国朝廷看来 只要占据汉中各城 就相当于控制了整个汉中 然而 汉中一半以上的百姓 并不住在城内 隐王井残暴 更加拘了百姓逃向城外 有百姓则偏僻处居住 也有人干脆在深山中落草为寇 大帅如要攻打柳城 必会引起齐军的注意 不如将精力放在城外 逐步攻略其他山寨 收纳百姓 如此一来 即不用担心引起齐军注意 也能逐渐扩充实力 说得好 这次你立下大功 以后可以和刘轩周文等人一样 带兵打仗 希望你不要让本帅失望 谢大帅信任 莫将院校全马之劳 不过有件事 你让本帅心中不太高兴 你怂恿 我攻打张家 应该是另有目的吧 在下惭愧 当初受张高顺陷害 被关在牢狱内 心中恨极了张高顺 只此一次 下不为例 找到密室了 现在终于明白 一个穷光蛋 突然中了十个亿的彩票 是什么样的心情了 全部搬走 一趟搬不完 就搬两趟搬 趁着天还没亮 柳城官兵尚没有发现 动作要快 是 请不吝点赞 订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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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需要安排人事情 张高顺女儿张楚炫 年龄与大帅相反 你被我带来 王子晨之前 在张家湖底 只说是张高顺子次 没说是其女儿 这一路上 我也没看见张俯轩身影 王子晨将来心思缜密 不会犯这种错误 明显是故意的 此女是怎么回事 李虾昂脸色暖了下来 他不太喜欢下属先掌后奏 张楚炫是张高顺小女 此女曾经在南正城内游玩 被恶匪持刀抢劫 李苏晨看见气愤不已 帮起结尾导致被殴打重伤 窝床数月 张傲后和张楚炫相爱 该苏晨也是大胆 即使家境还威胁 跑到张家求亲 张高顺大怒 将来张楚炫 当着他的面 让下人将该苏晨活活打死 之后张高顺强行 给他订了一门婚事 约定明年底成亲 对方是成都次事的 敌次子晨子徒 没想到王子晨平时一副 自问正经的样子 竟也会如此无聊 这种事有必要 咋看这么详细吗 还说了这么长一段话 我有必要知道这些吗 我杀了他父亲 将他留在身边 是否不妥 他只是一弱女子 他和报仇 况且 他与家人关系并不好 不一定有报仇事情 我也将此女 送到大帅的屋内 大帅可现去看看 以后这样的事 尽量不要做 你叫张楚轩 你若碰我身子 我此也不会放过你 来人 把他带下去吧 我现在专心搞事业 满脑子 都是钱粮和兵马 况且在封建社会 一旦有了权势 又岂会缺少肉加膜 什么 张氏府邸被攻破 张高顺被杀 宋明媛大怒 平日里张高顺带他不错 光去年就送了他白银五千两 以及庶名妙龄少女 如今这棵摇钱树没了 怎能不让人恼火 带人去张府探查 找出是谁下的手 然后灭之 给你三日 必须找出凶手 以及张府丢失的钱粮 宋明媛知道 张府虽称不上富可敌国 但府底内财务肯定不少 一想到大批金银珠宝 流落到山匪之手 心中着实不舒服 宋明媛是个老色胚 同时还惦记着张高顺小女儿张楚轩 想到张楚轩那嫩的出神肌肤 心里直痒痒 是否有看清那人是谁 应该是附近的山匪所为 距离此处最近的山斋 应该是刘八天的黄头岭 此时多半是他干的 刘八天之前基于府内的财务 有多次攻击张府 且其拥兵两千人 野心不小 在他看来 刘八天兵虽多 却不精锐 他只需五百柳城守军 即可将其击败 若不是黄头岭必是险要 秦峰早就灭了他 隐隐觉得此时不是刘八天干的 但又想不到其他人选 他想象力就是在丰富 也太不到魏国皇孙谋反失败 现在大山岭当了山大王 不过刘八天确实很恶心 且嫌疑最大 秦峰决心已定 无论黄头岭多么难打 都要灭了刘八天 金汉中刺史王景残暴不仁 债主不要壮大势力当紧快行动 否则朝廷一旦更换刺史 恐会坐视良机 我也想了 但柳城守将秦峰 可为骁勇 屡次将我击败 一杀了我数百银马 打不过怎么办 城外的张氏府邸 里面钱粮众多 债主先攻此处 张高顺生活奢侈 岂会吃醋 这些肉食必然从府邸外运来 我等可在路上设服 之后骗开张家大门 等我攻破张家 必会中些险的 债主无需客气 在下有个小要求 攻破张家后 将张高顺提起子嗣交给我来处置 此乃小四 我答应先生了 邓姓来自南正 媳妇早先在南正当官 父亲去世后家导衰落 其家产被张高顺次子张行帽强行霸占 计划定下来以后 两人心情都不错 酒席上多喝了几杯 借着酒意 刘霸天多次表示 只要邓姓以后效忠他 荣华富贵少不了 邓姓满口答应下来 心中却是瞧不起刘霸天 刘霸天性格吝啬 自己大鱼大肉 麾下士族 却灭黄鸡兽 且士族武器简陋 有的刀刃上甚至已生锈 带足去张高顺 我再找机会离开 发生何事 山下有大批官兵上来 具体多少人 尚不清楚 先生无需担心 我黄头领第一次险要 只要我坚守下去 那些官兵攻不上来 据使滚木数目终究有限 债主为何不让麾下射箭 袭击下方官兵 我方居于高处 射箭效果更佳 伞上 目前没有弓箭手 这些受伤士族 若不尽快安置下去 就这么暴露在其他士族面前 必会影响其他人斗志 现在事情紧急 哪有时间管他们 秦峰终于攻上黄头领 一边控制山寨 一边派人继续追杀刘霸天 让他失望的是 山寨库房里 没找到很大的台物 拷问俘虏 俘虏纷纷表示 压根没进过张 费了这么大力 还是没找到袭击张氏的凶手 寨主 刚刚听说了一件事 张家府邸被攻破了 是谁干的 不知道 只听说张高顺被杀 府邸里的钱梁被洗劫一空 邓信心中大喜 突然明白 官兵为何攻打黄头领 想必是以为 这事是刘霸天干的 好 杨烈明明什么都没得到 需要帮别人背骨 寨主 现在我们去哪里 此处往北三十里 有处山寨叫黑狐脸 山寨里人不多 可暂去此处 骑饼大顺 山下来报 有一队人马正在向此处进发 目前距离不到五里 哦 是官兵了 应该不是 习作为简陋 估计是其他山寨的人 人数约有千人 怎么打 你们几个商议好了吗 因敌军飞行锐 可暂时固守黑狐脸 带敌军锐气退去 下山雨敌决战 可一战灭之 去办吧 尽快归宿 好则全部杀广 射箭 这波剑阵的威力 竟不弱于钢海的官兵 对面明显训练有素 这仗不好打 债主 敌军已有准备 不如先暂时撤军 之后再引 撤什么撤 医兄们都没有吃饭 山上有粮子 抢了粮子就不用再挨饿了 更幸不再说什么 趁众人没注意 往后退了底部 时刻准备溜走 张高顺艳 刘霸天对他再无用处 刘霸天已经持续攻击了三个时辰 挥下伤亡惨重 且疲惫不堪 什么方法都是了 始终攻不上去 娘的 撤军 那头小高 他刚开始撤军 一千名昭武军 早已养成续瑞都时 迅速从黑狐脸层下 直奔刘霸天杀去 投降不杀 我军死伤五十 杀敌数百 俘虏还在统计 尚有敌军在逃 刘将军已带人去追杀 做得好 可有群万事何人 攻打黑狐脸 据俘虏所说 是皇口领的刘霸天 此人山寨突然遭到官兵袭击 逃到此处 想要站去黑狐狸 或许官兵是把刘霸天 当成了袭击张家的主谋 刘霸天抓到了吗 已抓到 带过来吧 我乃皇头领刘霸天 在祖若不杀我 我愿让手下是祖若 效忠在祖 本帅觉得 你如果死了会更好 我只有习武 可冲锋陷阵 愿终生为在祖而战 第一次见面 你就发誓 要为我而战 是否夸张了些 大帅 猫将以为 此人一身匪气 极难驯服 解极眼神贪婪 留之必有后患 不要 不要杀我 留我还有用处 杀了 审问一名俘虏 从其口中得知 皇头领地势险要 面积也不小 足以容纳数千兵马 想起扬志之前的建议 我给你五百名士族 你带人驻守皇头领 战据此处后 加紧修筑防御攻势 官兵短期内 应该不会再次攻打皇头领 若有百姓投奔 可酌情接纳 也可去山下募兵 但要谨记 务必保持低调 暂时不要和官兵起冲突 请大帅放心 猫将牢记在心 必不会让大帅失望 等赤后传来消息 官兵全部撤离后 你再出发 是 山下的战斗完全结束后 刘轩压着俘虏回到了黑湖岭 邓信很后悔 早知张高顺已死 就没必要跑去皇头领 导致被捉到此处 寨主 我不是留霸钱麾下的 能否放我离去 你是何人 在下邓信 是南正人士 我看你是夺过书的 若留在黑湖岭 日后有可能 会受到重用 你真不愿意留下 望寨主见谅 在下不习惯生活在山上 好吧 既然你不愿意留 我也不再勉强 那你一路走好 谢谢 谢谢 谢寨主 在下告辞 我自幼在南正长大 肯定有什么地方 可以帮到寨主 他知道 刚才犯了个极其愚蠢的错误 黑湖岭这种地方 其实他想来就来 想走就走 当他拒绝了对方留下的建议 那时起 对方引起了杀心 那你说说看 你有什么地方能帮到本帅 在下不敢欺瞒债主 我一时半会也想不起来 但在下熟悉南正城内情况 债主平时如要购买物资 如粮食之类 在下或许可以帮忙 以后再说吧 他并未完全信任邓信 不会将这样子交给他去办 本想留你常驻黑湖岭 但你刚刚也说了 不习惯在山上生活 这该怎么办呢 在下刚才只是戏言 不可当真 在下非常愿意生活在飞狐岭上 为大帅效全马之劳 你既然有此心意 我也不好拒绝 你暂时留在紫辰身边 协助他处理一些山上杂事 在下遵命 刚才你追击敌军 目前一共有多少俘虏 莫将抓了七百鱼 严加训练后 并入招五军 我看他们好像很久没吃饭 让人先给做顿好吃的 是 父亲被杀 伏底也被洗劫 行吗 和我回柳城 是 大哥 我张家伏底被洗之时 想来太守已经知晓 可知是何人所为 本官对此事深感痛心 理解两位贤侄的心情 经多次探寻 查得此事是黄头领刘霸天干的 我已令手下将领秦锋 攻占了黄头领 刘霸天逃亡身山中 那伏底里钱梁又在哪里 可曾找到 据秦锋所讲 攻占黄头领后 山寨内并无钱梁 想来是被刘霸天给带走了 莫非你等以为 是我侵吞了张家的财物 大人误会了 我等并无此意 我怀疑的是 此事并不是刘霸天干的 此人乃是一喘祸 凭他的本事 如何能攻入我家府邸 其实 宋明元也是这么想的 但他确实想不出这是谁干的 张府被袭纳一晚 凑巧下起了雨 无法根据足迹来寻找线索 莫将心中有个想法 此事多半是附近山寨所为 方圆四十里 除黄头领外 每个山寨逐一攻打 总归能找到主谋 方圆四十里 大大小小山寨有十几个 若逐一攻打 将耗费大量人力和无数钱粮 我家府邸虽被洗减 但还有不少钱产和生意 大人不用担心钱粮之事 柳城仅有三千多守军 还要防备卫国 不可能抽掉更多兵力 去攻打这些山寨 这些山匪虽弱 但也有数万人 逐一打下来 军中会有不小伤亡 大人放心 等我回南郑后 必会说服此事大人 抽到两千南郑兵力 卢线也可出一千 柳城道石鼎虚出动一千士族 共四千兵力 足以消灭周围山寨 若此次找回我张家钱粮 愿将其中三成赠与宋大人 行 那我给你一千士族 若我没猜错的话 你本意 不仅是找回丢失的钱财 还想要找到楚轩那丫头 成都次使臣 忍得敌刺子陈子徒 之前见过楚轩 甚是钟义他 陈子徒多次给父亲来信 希望婚约提前 父亲已经同意了 如今楚轩不见了 我张家如何履行婚约 陈子徒非敌长子 日后难以继承陈氏家业 为了这份婚约 动用这么多人力 总觉得没必要 大哥有所不知 陈染长子最近患病 多日卧床不紧 估计活不了多久 如何能继承陈氏家业 日后必然落到陈子徒手上 而且我听闻 陈染明年有可能调回朝中 担任户部侍郎 如能八戒上户部侍郎 何愁家业不兴 至于那些山匪 大哥更无需担心 只是一帮贱民而已 撑不了什么气候 带四千兵马杀到 这些贱民只能乖乖的等死 要多少饼 至少三千饼 越多越好 我一个小小的铁匠铺 根本没法造出这么多长道 哪怕是一百饼 也需不少时日 你就先按一百饼打造 我会先付你定金 以后会派人来取 请留步 何事 我认识一人 或许可以帮到你 你稍等片刻 我去去就来 听说你需要大量长道 想要用他们做什么呢 你是何人 你无需害怕 我姓郑 是蓝府的管家 留意打造铁器所用的升铁 皆是从蓝府的商行里购买 你找我何事 我想见见你幕后之人 和他聊聊 聊什么 当然是聊生意 你们需要的东西 蓝家都可以提供 你们不担心被官府发现 这可是重罪 这和你无关 我蓝世子有办法 事关重大 我必须先回去禀告 若寨主愿意见你 我会带你过去 你误会了 不是我去见他 是他来见我 机会只有一次 他若不想买 汉中这么多山肥 自然有人愿意买 如果他同意 三日后赶来蓝府 杨志没有耽搁 立刻返回黑湖岭 见到李夏昂后 详细说了此事 在下一围 杨志说了很多 李夏昂却在想另外一件事 他想起了明目的山西经商 把重要物资都卖给了明朝的外敌女真族 将民族大义 国家安危抛之不顾 蓝世不是傻子 既然敢这么干 肯定不担心被查 你之前说的对 汉中可图 大帅英明 明日启程 前往南正 十年前 我来过一次南正 记得当时城内人流涌动非常热闹 十年过去了 这城里百姓总感觉比以前少了一些 这皆是拜王警 这蠢货所致 有的商铺已经关闭 有的商铺背后 主人早已换成了当地豪墙 这些豪墙和王警关系不错 顾官吏不敢打压他们 否则 这城内百姓会更少 不知为何 来到南正后 总会相信长安 乐臣放心 我等早晚会回到长安 杨志活了半辈子 见过各式各样的人 李夏昂虽然演示得很好 杨志总觉得他的笑容并不自然 里面隐隐约还有着一丝怒气 在下姓杨 和郑管家之前有过约定 特来贵府拜访 去后门等着 会有人叫到你 我与郑管家 是有要事相谈 烦请代为转告 你弄了吧 赶紧滚去后门 我们去后门 真是苟杖人士的下贱玩意儿 三人来到后门 见前面还有两人在排队 一直等到傍晚 才有人通知他们入府 且只允许李夏昂一人进去 在下李夏昂 见过阁下 你的来意我很清楚 一顶长斗二十两白银 长毛五两 盔甲一副八十两 能接受吗 如不能接受 就赶紧滚蛋 价格确实有点贵 可否再便宜一些 在下可大量购买 仅长刀一项 在下需至少一万饼 你莫非在糊弄我 整天呆在深山老林里 你哪有这么多钱 阁下若不信 我可先交纳 部分定金 你真有这么多钱 当然我愿和贵府长期合作 卫士成义愿意先采购一千柄长刀 一千副盔甲等收到后 会继续大量采购 可以 不过你要的有点多 一时半会造不出来 我愿意等 制造好后 希望贵府可以帮忙将他们送到城外 当然 你无需担心 两人商谈许久 约定以后由杨智负责和兰家联系 事情谈妥后 三人未有单个 立刻离开了南正 哼 这兰家可真是太 一柄长刀竟然要这么多钱 今日之辱 他日必将十倍回报 大帅可招募一批工匠 自行打造军系 此事不宜 回去后再从长计议 王子晨看了一眼里下 眉头微皱 有些事情 貌似和他想的不太一样 有趣 要这么多长刀 盔甲 这些人所图不小啊 是的 我一开始也是惊讶 几个工房加速赶货 帮他们打造 但有个条件 只能从南家购买军系 否则 别怪我翻脸无情 王大人那边 自然不会说什么 只是 楚将军和史将军 貌似察觉到了什么 他们已找过王大人 要求严查山匪手中兵器来源 哼 南正成立 也不是只有我兰家在做这样的事 你不用管 我自有办法 是 黑狐岭和黄头岭 两座山寨加起来 总兵力已超过四千多人 李夏昂人不太满意 觉得进度太慢 案中科卷杂水愈加严重 诸多村庄百姓纷纷逃进深山 固难以在村庄里招募士足 继续派人去更远的地方招募青壮 不管是谁 每带来一个青壮 奖励白银一两 还有一些粮食 每带来五个 奖励十两 带来的人越多 赏赐比例也越高 新加入的青壮 也可带人加入招募军 同样有奖励 男子年龄 只要在十六到四十岁 统统定入招募军 此举立刻在军中引起巨大反响 不少人请假回家 将兄弟或同乡带入招募军 如同滚雪球一样 招募军人数极具扩张 以至于两座山寨以人满为患 兵力骤然增多 也带来不少问题 军中一半以上士卒 吃惊没有兵器 况且又该如何安置这么多人 方圆二十里 有两三个山寨 实力不是很强 大帅可以对其用兵 既可扩充兵力 也可安置新招募的士卒 请把附近几个山寨先收了 你熟悉地形 这次你来领兵 带上齐景云 还有一千名招募军 齐景云原是拥王府加兵 一直追随李虾昂 应作战勇敢 近期也被提拔为领兵孔领 请大帅放心 墨江必不会让大帅失望 本帅自然信你 稍作准备下 明日出兵 兵贵神速 墨江今天就出发 好 李虾昂昂早已看透洋志 此人功利心却极强 他心中已认定 只要誓死追随李虾昂 荣华富贵不会太远 为了自己的锦绣前程 他会不择手段 现在招募军是创业初期 他需要这样的人 李虾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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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儿女儿 你们是暮死的 不要杀他 求求将军 不要杀家父 你怎么回来了 不是让你赶紧逃吗 夫妻若亡 女儿岂会狗狐 要死一举 齐统领 你这是干什么 为何停下 还不赶紧杀了他们 你若愿降 我不杀你 家父愿降 也可帮助说服山寨中人 你快而归降大人 我愿降 既然他们愿意归降 杨将军觉得如何 杨志看向租赢 眼珠子转了转 子女子年龄虽小 明显是个美人胚子 杨志心中有了想法 自是可以 大帅也多次要求 我军不得滥杀 山寨里其他人 在朱云劝说下 全部选择了归顺 统计下来 共有八百多人 其中轻壮超过五百 让杨志高兴的是 山寨里还有不少粮食 杨志和齐景云 在山寨中休息一天 之后继续攻打下一个山寨 事情很顺利 齐景云轻中斩杀债族 俘虏五百人 其中轻壮三百 遗憾的是 这个山寨比较穷 并无多少钱粮 杨志安排人 将他们押往黑狐岭后 又和齐景云 急匆匆杀向最后一个山寨 敌人已有准备 先行撤退 之后再溢 债主沈宁松了一口气 当得知周围的两个山寨被袭 沈宁很快意识到 自己将成为下一个目标 于是立刻加强防御 安排士族在山下巡视 沃军人数略少 若选择强攻 短时间内 难以胜之 不如尝试诱敌下山 臭米包 减飞 我来 不是你 敌人如此松懈 此等机会难得 夫君为何不进攻 此乃敌人诱敌之策 我断定 周围茂密的丛林中 必有敌人腐病 我看敌士族数量不如沃军 为何难以取胜 敌装备精灵 士族勇 尸故 我只能固守山上 齐统领有什么好的想法 属下并无好的计谋 眼下只有继续熬下去 看谁熬得过谁 也只能这样了 粮食还够吃十日 继续熬吧 此寨主是个能人 应该是懂些兵法 西恒领到黑狐领并不远 这样的人要么杀了 要么收尾己用 西锦云顿时明白杨智的想法 他想要尝试劝降 但杨智不愿上山 这样的任务自然落在西锦云身上 西锦云是大帅亲信 如果派他上山劝降 被杀了的话 必会牵连到自己 但如果西锦云主动要求上山 这就和我没关系了 属下可以上山劝降 但现在不行 起码要五日后 对方见我军无意撤兵 有可能会同意谈判 如现在上山 必会受到轻视 好 陕下一军派人上山 说要见寨主 阁下要见我 所为何事 两军对垒 我来此地 自然是想劝寨主归降我军 阁下士族虽勇 但无力攻入我山战 此战若僵持下去 寨主必败 何处此言 我军士族虽少 两军对垒 寨主仍无取胜把握 否则 早就下山攻击我军 何必固守在山寨中 我军长期围困山寨 时间一久 当山寨内粮食用完 寨主该怎么办 其次 寨主难道以为我军真的只有数百人 当一旦大取增兵 寨主又该怎么办 你真想看到山寨内血流成河吗 你们的主帅 是什么样的人 我军明朝五军 大帅乃为国庸王敌长子李夏昂 大帅虽年龄不大 但心怀大志 出事果断且有谋略 其待人和善 虽具高位 对麾下士族甚好 黑狐岭上 即使是那些老弱妇孺 也从不担心没有吃的 麾下士族会怎样 估计会被编入朝五军 享受和朝五军士族一样待遇 你敢保证 麾下后不会杀我麾下士族 当然 我敢以性命担保 我知道 你先回去吧 明天来此地 我届时麾下决定 告辞 杨志剑起锦云安然无恙从山上下来 心中一喜 知此事能成 归降后 你作为寨主 他们真会饶过你 夫人多论 若这朝五军主帅 真有来人说得这么好 应该不会杀我 你确定他不会杀你吗 至少有七成把握 第二天 习锦云来到山寨后 沈宁告知他愿意归降 习锦云心情大妙 据沈宁所讲 山寨中共有1200人 其中800名轻壮 山寨中除了粮食 竟还有白银12万两 这琢琢是个巨人啊 若不是 齐锦云伸手不错 寻常人 根本不是擦对手 朱寨主 身名大义 归顺昭武军 则先在黑狐岭上 安心养病 不用担心其他事情 你山寨中人 本帅也会好生安置 你可是受了什么委屈 可放心告诉本帅 为报答大帅不舍之恩 小女愿意是封大帅 我当何事呢 你还年幼 陪在你父亲身边就好 不用你做什么 杨统领之前说大帅是个好人 我若一直待在大帅身边 不会担心被人欺辱 你无需多虑 我身边不缺侍女 他先前见张楚轩 整日无事 已安排其当自己贴身侍女 大帅若不同意 我就装死在竹子上 你平时负责端茶倒水即可 无需做其他事情 不错 长得还不赖 这俊俏模样 比山寨里那些人强太多 十日后 杨智带着沈宁等一帮人 抵达黑湖岭 西景云没有回来 他奉李夏昂军令 带三千招五军驻守在西横岭 李夏昂本以为沈宁是个壮汉 一见面 却觉得对方更像的书生 言谈举止 温文尔雅 沈寨主乃俊杰也 不知为何会生活在深山中 我乃南正神家的数字 与夫人杨岳相爱 家中认为我夫人地位卑定 从中阻牢 我于是从家中带走大批前娘 和夫人逃入深山中 山寨里多是一些避难的村民 怪不得他山寨中会有这么多白银 从今天起 你为我招五军统领 麾下可领一千兵马 你可安心在此地生活 不用担心再有他人阻挠 谢大帅 愿为大帅效拳马之劳 李夏昂是什么样的人 值得追随吗 此人心胸宽广 雄才大陆 值得追随 杨岳彻底放下心来 他不知道的是 沈宁为了不让他担心 没和他讲实话 以我对李夏昂的观察 此人是个典型的萧雄 如我不愿留在招五军 他必会毫不犹豫去我信 酒宴结束后 李夏昂叫来了杨智和邓信 有一件大事 需两人尽快去办 本帅决定在黑湖岭上 建立兵器司 专门从事各类军械的打造 若一位依赖兰家 过不了多久 全军上上下下 就只能吃土了 邓信 杨智你二人跑一趟南正 招募一些铁匠或工匠 此事需低调 末匠建议 工匠最好不要从南正招募 可以去其他城市 为何 上次和郑管家见面 此人威胁我 若山寨自行打造军械 或从其他处购买 兰家会立刻断工 末将甚至怀疑 兰家有可能会使用其他卑鄙手段 暂时先忍忍 日后再找他们算账 去柳城广宴招募工匠 不要吝啬钱财 先把人带来再说 他们若实在不愿意来 你们俩看着办 什么手段都可以用 工奴之类主要用到木材 倒还好办一些 但打造长刀盔甲等 必须用到生铁 此物受到官府管制 不太好买 即使再难 也要想办法去做 每个铁匠铺都去问问 他们的生铁 是从哪里买的 本帅就不信邪 有钱 还能买不到东西 锻造一柄长刀 花的时间和精力要少些 但盔甲不同 一副盔甲起码要数月时间 那就先从长刀开始 此次任务事关重大 希望你们不要让本帅失望 大帅放心 我等必全力而为 大人 能辅掉南正两千士族和卢县一千士族 上属下前往柳城 剿灭柳城附近所有的山寨 这些山寨贱民 真的可以轻松灭掉 不会搞出什么乱事吧 请大人放心 我兄弟二人早已查探清楚 这些贱民连刀剑都没有 如何抵挡我军 这次取胜后 获得的缴获 三成将送给大人 既然你们都准备好了 那就去办吧 谢大人 本以为这事就这么定了 没想到出现变故 如现太守杨明生得知此事 大为震惊 连夜赶到南正 下官见过王大人 听说大人要出兵 剿灭柳城外所有山寨 可有此事 是有此事 有何不妥吗 此举大为不妥 那些居住在山寨中人 原本是汉中平民百姓 因生活难以为继 被迫逃往山上 大人如在围剿他们 岂不是一点活路都不给他们 胡言乱语 本官向来爱民如此 那些是乱民 不服官服管教 早该杀了 楼椅尚且狗活 何况世人 如今 连狗活都做不到 当他们发现已无生物 真的会甘心等死吗 不甘心等死又怎样 这些剑民又能做得了什么 我劝大人不要小瞧他们 一旦有事 挥之万一 闭嘴 你满口的胡言乱语 你可知汉中有多少我大戏军队 有五万人 哪怕他们真的敢造反 五万大军瞬间可以将他们斩尽杀绝 大人 好了 你如果说完了就回去 我有汉中军权 卢献那一千士族 即使你不同意 我也可以调动 杨明生气愤不已 没有离开 死死看着王警 大人若坚持用尽 我将上奏朝廷 相信陛下会判明是非 你去上奏 本官也会将此事上奏朝廷 看谁斗得过谁 真乃混账东西 早该死了 他心中并不担心 杨明生没有后台 而他背后站着三皇子 王贵妃也会帮他说话 杨志和邓兴二人 花了二十多天时间 连哄带骗 外加威逼利诱 连续带回来五十多名铁匠和木匠 李虾昂毫无吝啬 给予工匠不少钱粮 纵工匠原本心中忐忑不安 顿时放下心来 并让赵姓才复得组建兵器司 并担任兵器司守卫司司长 骑柄大帅 柳城王家愿意售卖生铁 只是价格贵了些 无妨 该死的蓝氏前几天又涨价了 一柄长刀就要四十两 这谁能受得了 生铁买来后 先造长刀 弓弩剑矢 盔甲工艺复杂 耗时又长 可以先放一放 大帅放心 在下一定催促他们尽快动工 打铁需要燃料 木炭容易搞定 煤炭去哪买 此物并不难买 在炉县可以买到 那就好 你去联系兰家 再购买一批盔甲 可以少量买一点 务必小心谨慎 不可让其知道兵器司的事情 大帅放心 我明白怎么做 王子晨一直在旁边看着 眉头微皱 大帅最近提拔了很多人 比方杨志 宋郡 邓信等人 这些人均不是出身王府 由王府家兵士大帅最初的班底 按理讲 属于大帅的亲信 应该受到重用才对 但只是赏赐了他们不少钱财 确实终没有大举提拔他们 大帅 在下一围 等在过些十日 可去派人联络长安 建议朝廷出兵汉中 到十号 昭武军可配合卫军拿下汉中 如此一来 陛下必能免去我等谋反的罪过 甚至有可能把庸王放出来 你说的没错 本帅发展 昭武军 皆是为了我大位 本帅做梦都想 早日救出父王 王子晨心中一沉 终于发现不对劲的地方 他从李夏昂的眼神中 看出一丝冷淡 刘轩 士族训练进度如何 骑饼大帅 若要比得上齐国精锐士族 还需一段时间 训练力度可以再加大些 每日训练时间再长一些 我将明白 只是 什么是直说无防 大帅 是不是有点太急了 你以后就明白了 照我说的做 是 刚才刘轩说 李夏昂有些太急了 其实不仅是他一人这么想 很多人皆是有同样的看法 杨志对他说过 因王警的愚蠢 判中即将有变 李夏昂无奈 本来应该三四年才能做到的事 他要压缩在一 两年内完成 时间上大大缩短 事情必然更加艰难 目前 朝武军占据三座山寨 飞虎岭 黄头岭 西横岭 总兵力超一万两千人 今天大家一起集思广义 来场智力风暴 想点快速搞到 钱粮的法子 则在山中险要处 埋伏下来 劫略路过的富商 可以试一试 但估计效果不大 汉中这么多山匪 豪强大户早就学聪明了 不会傻傻的带大量银两 从深山经过 我倒有个办法 只是此际有些危险 没事 大胆的说 大帅知道的 我是出自南正沈氏 家族立足南正已有百年 莫非沈家会伸出援手 知道不是 我 我当初还在沈家的时候 知道一件事 因最近几年 汉中越来越乱 有的家族会在城外养一批嘉兵 由嘉兵来保护路上的安全 这些嘉兵所住的山寨里 一般会有大批前娘 比方南正邓氏 在城外一处山寨里 养了数百名嘉兵 为什么嘉兵不养在城内 而是在城外山寨里 一来嘉兵人数众多 需要训练或休息 城内地方不足 二来 这些南正大 暗地里有些见不得人的生意 不能在城内交易 如贩卖人口 走私军械等 你确定山寨内 有大批邓氏的钱粮 牧将不敢确定 但至少有八成把握 那你可知 邓氏嘉兵所在的山寨 具体在什么地方 在南正西北方向十里处 此处并不难找 大帅如要动手 最好在晚上 且必须速战速决 一旦拖延下去 极容易引来官兵 OK 齐景云 刘轩 你二人派人探查一番 然后尽快出兵 是 躲住出口 防止有人去城内报信 更下武艺并不差 不知是不是喝过酒的原因 共若略有十法 仅仅十招 很快倒在了血坡中 在一个嘉宾带领下 找到山寨的库房 杨志和刘轩欣喜的是 山寨内果然有十几箱白银 除此之外 还有一些长刀和盔甲 二人担心此处的杀生 引来南正的官兵 不敢耽搁 带着所有葫芦和缴货 返回黑湖里 见二人平安归来 李沙昂心里松了口气 经过统计 粮食不多 但白银不少于八万两 你们回来时 是否有注意消除踪迹 大帅放心 我有令人在队伍后面 擦掉行径的足迹 俘获五百余人也全部带来 山寨内已无活人 大帅 黄头岭那边最近传来消息 柳城官兵频繁调动 似乎有动兵的倾向 让他们派人紧盯着 刘轩你抓紧时间训练士组 是 虾昂把自己闷在屋子里 两天两夜不出门 搞出了一套 招五军训练钢要第一版 此钢要主要分为三部分 体力偏 训练偏 实战偏 大帅 体力偏离 要求士族每天负重二十斤 奔跑十里路 路上不能停 这个是否有必要呢 士族训练量越大 吃的越多 山寨内粮食最近消耗很快 照这个方法训练下去 估计撑不到两个月 本帅经常观看士族训练 有的士族仅训练 一小汇集满头大汗 明显是体力不足 你们也知道 有的战斗不是一个时辰 或两个时辰就可以结束了的 士兵若要长时间坚持战斗下去 必须拥有充沛的体力 训练偏离 要求士族每天会剑不低于三百字 弓弩手每天射剑不低于二百字 这个是否过于严厉 这个不算严厉 日后还会加大力度 平时多流汗 暂时少流血 也确实是这么个道理 大帅制定的训练纲要有可取之处 但部分内容过于严厉 属下并不是要反对 而是希望再进行一番修改 适当降低下难度 你们告诉本帅 如招武军和齐军 人数相当 兵器相同 正面交战 能打赢齐军吗 从现在起 达到要求的士族 会成为招武军正族 达不到的降为备用军 同时降低平时待遇 备用军只有通过严厉的考核 才可以成为招武军正族 沈宁一直低头不语 翻看手中的训练纲要 看完全部内容后 心中暗暗吃惊 他从这份纲要里面 能看出李夏昂所图不小 同时 他还看出来 李夏昂有些着急了 经过和重将商议后 李夏昂对他写的 训练纲要 进行了简单的修改 然后立刻下发全军 要求尽快执行 一个月的时间过去了 原先一万多名招武军士族 三千多人降为备用军 考虑士兵因训练强度加大 营养可能会跟不上 李夏昂适当提高了 士兵的伙食标准 但问题很快又出现了 钱粮又又又不够了 官兵花了十日时间 攻破四座山寨 四场战斗下来 虽屡战屡胜 官兵损失也不小 已超过一千多名官兵 或死或伤 要这么继续打下去 我带来的一千官兵 估计没多少能回到路线 杨明升起会饶过我 你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样下去 自然是不行 如能让这些贱民 主动下山归降 则会剩很多事 具体该如何做 此事简单 将继续杀死的所有贱民 铸成多个金冠 那些山匪看见金冠 必会心生恐惧 然后主动下山向我军投降 不错 此计甚好 就这么办 山匪见了这些金冠 或许抵抗会更加激烈 我决心一定 不必在意 没多久 柳城放了三十里 筑起了十几个金冠 此事很快传遍了周围所有山寨 山寨中人又惊又怒 看官兵这段时间的作为 明显没有要收手的意思 大概率会继续打下去 一些山寨决定立刻行动起来 这里面秦牛领的阳心实力最强 山寨中精壮超过七千人 于是向众山寨发出信函 邀请他们三日后 席聚秦牛领 共同商议如何抵御官兵 官兵竟会如此愚蠢 没想到 领头的是张氏兄弟二人 对他们我多少有些了解 此二人对平民百姓 向来是极其傲慢无礼 做出这等事来倒也在预料之内 你们说说看 这封邀请函该如何处理 在下建议接受阳心的邀请 大帅可亲自前往秦牛领 也可派人代替你前去 但有一点 希望大帅谨记 凡事不可出头 当保时低调 若我所料没错 谈中将发生巨变 巨变 紫臣可否说的再详细些 一直以来 很少会有山匪主动攻击官兵 宁官兵训练有素 且兵器精良 山匪难有胜算 官兵虽晚会主动出击山匪 但命不频繁 如今默契被打破 官兵仿佛要把山匪斩击杀绝 官兵不可小瞧山匪的恨意 他们原本只是平民百姓 因官府齐亚 被迫逃亡山山 即使如此 官兵仍不放过他们 山匪以前是一盘散杀 现一旦联合起来 力量未增 对官兵滔天的恨意 或许会做出猛烈的反击 嗯 我明日会亲自前往秦牛领 杨志 宋郡暂时不能离开黄头岭 你代替他和我一并前去 此次前往秦牛领 不用带太多人 一百人足以 士族要选用精锐老族 盔甲藏于衣内 不能让他人看出我军实力 莫将明白 目前军械打造如何 长刀和弓弩尚且顺利 但因时间不够 盔甲略还有些简陋 床弩也还须些时日 你和那些工匠们聊聊 盔甲没必要 造得多么精致 勉强能用就行 现在要的是数量 质量稍微差点没关系 大帅放心 在下会催促工匠加快进度 还需注意 弄虚造假之事 绝不允许存在 尤其是长刀 每件军械上 皆刻有工匠的名字 一经发现 必严惩不待 嗯 从蓝氏买回来 那批重甲 能否进行仿制 在下问过工匠 此事并不容易 耗时极长 且工艺复杂 一副重甲 起码需半年时间 兵器丝条件艰苦 没让你立刻造出来 粗糙一点没关系 适当降低下质量 我不会介意 但甲咒要足够厚 重甲步兵 一般常用来对付骑兵 汉中的骑军 拥有骑兵并不多 重甲步兵 不仅可以对付骑兵 也可以击败寻常不足 你不用管这么多 尽快去办 对工匠好些 不要吝啬前凉 在下会努力去办 但兵器丝升铁又不够了 还需尽快解决此事 怎么消耗这么快 此事我会想办法 就这样吧 是 百良兄各家山寨 邀请韩是否都有收到 皆已收到 且都明确表示 愿意前来秦牛岭 共商大事 福兮 祸之所以 祸兮 福之所福 当下局势虽然危险 但对秦牛岭来讲 也不是坏事 当初你刚来秦牛岭 对我说 汉中将要大变 我起初半信半疑 如今看来 你说的没错 但即使是我 也没料到事情会变成这样 官兵的所作所为 完全不能用常理去思量 胆开这些已无意义 问题是 接下来 该如何联合诸山寨 抵御官兵 与其抵御官兵 不如主动出击 哦 债主真想永远待在秦牛岭吗 即使这次度过危机 下次官兵再次杀来 又该怎么办 百良兄想说什么 直言即可 此乃天赐良计 债主若不甘屈他人之下 必须抓住此次机会 具体要如何做 先联合各山寨成立盟军 债主拟为盟主 各山寨未求自保 多半会同意此事 加起来可有数万大军 主动出击柳城 此战若成功 债主将威望大增 可逐渐收拢各山寨兵权 嗯 哈哈 嗯 周里 为何来的这么晚 你可指 你们是最后到达的 路途遥远 所以才晚到 见过杨寨主 我乃黑虎领赵丽 旁边这位是黄头领的杨志 哈哈 来者都是客 欢迎两位寨主 不用客气 请坐 这位小哥 我来得晚 里面的人 我多不认识 可否给我介绍下 你看你就是消闪寨来的 连他们都不知道 正在和寨主碰围的是 董福林的主委 祖寨主 他后面的是 白华林的廉尔酿 李寨主 之后粉变是汪岗陵六甜命 六寨主 铺千灵的长报 长寨主 我已知晓 多谢 刚才他说的那些人 你是否有听过 大部分都听过 但从未见过 杨心一直在 和他们把酒言欢 想必这些山寨实力都不错 是的 这些山寨里 极有四五千青壮 李夏昂看向李二娘 此女年龄看上去 比张楚轩稍微大现 相貌不错 与张楚轩不同 李二娘 有股英姿撒爽之美 虽周围皆是男子 李二娘却面色从容 行为举止干脆利索 这个李二娘 是个女子 如何成为 百花岭的寨主 这百花岭的寨主 之前是李二娘的父君 但两人刚成亲不久 此人就病死了 当时山寨里 正在推选新寨主 李二娘一身戎装 手持利剑 突然带兵杀盗 新手砍死 多个候选寨主 逼迫众人 推举他为百花岭寨主 我照例来的晚 心有愧意 这飞我敬扬寨主 今天我来秦牛岭 是向寨主求救的 估计过不了多久 官兵就会打黑狐岭 收到寨主邀请函 我高兴的都没睡着觉 官兵凶残 我思考良久 唯有众山寨联合起来 才有活命的机会 是的 是的 寨主说得太好了 我黑狐岭第一个赞同 如何联合起来 杨寨主请教 我黑狐岭 人数虽少 但愿接受杨寨主的统律 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汉 也不一定 由我杨心来统帅 杨寨主 不要客气了 我等愿意 听逢杨寨主的指挥 望杨寨主救救我山寨 我离柳城这么近 下一个目标肯定是我 山中多妇孺 如何抵挡官兵 各个寨主纷纷发言 他们确实是怕了 那一座座金官 看得人毛骨悚然 既然诸位弟兄 都这么信任杨某 我也不好推辞 我自认盟主 统帅各山寨兵马 三日后 众山寨兵马 骑去秦牛岭山下 随我出发 攻克柳城 消灭城内官兵 袭击众山寨的官兵 多是从柳城出发 柳城一日不克 我等一日难安 柳城必须打 众山寨兵马加起来 不下数万人 有何所据 柳城内钱粮众多 若将其攻下 山寨内将不会挨饿 如不打柳城 还能做什么 坐着等死吗 我阳心发誓 必会带领众位弟兄 攻破柳城 杀光官兵 抢来的钱粮 也会分给诸位弟兄 谁若同意 高举右臂 若不同意 现在即可离开 我阳心绝不强求 攻破柳城 杀光官兵 多谢诸位弟兄们财爱 我阳心定不会让大家失望 柳城之战 只要大家团结一心 此战必胜 见过李寨主 我乃黑狐岭 寨主赵丽 旁边这位是 黄头岭杨寨主 刚才宴席上 已见过二位寨主 不知二位 在此所为何事呢 并无什么大事 赵某听闻李二娘 是女中豪杰 心中钦佩不已 故在此等候 希望能一睹二娘风采 自我夫君去世后 有不少男子 也对我说过类似言语 赵寨主可知 那些男子现在何处 赵某不知 皆被我杀了胃狗 原来如此 二娘和我说 这些做什么 和我有什么关系 我不许绕弯 赵寨主在此等候 到底是何事 直言即可 边走边聊 二娘请 现在各山寨组成了盟军 阳心阳寨主担任盟主 不知二娘心中 有什么想法 当下官兵凶狠残暴 众山寨要想自保 只能联合起来 这里面其牛领兵力最多 若成立盟军 自然要由阳寨主担任盟主 盟军虽说是阳寨主 说了算 但这里面兵马 是我们自己的 也要有自己的发言权 不知两位寨主 有多少兵马 黑狐岭和黄头岭 加起来有一千士族 就这么些兵马 我劝赵寨主 不要胡思乱想 只要攻破了柳城 日后两位的山寨 自会安然无恙 二娘啊 我 赵寨主 请注意你的言辞 二娘 这是何意 赵某哪句话说错了 请赵寨主 不要再喊我二娘 这是我夫君 才可以用的称呼 抱歉 李寨主 不要介意 我的想法是 我们三个山寨 暗中结成 攻守联盟 在盟军中 保持态度一致 以此维护 各自山寨的利益 李寨主 觉得如何 可以 两人又聊了一会 多数时间 是李昭主动开口 不知此处 距离寨主的百花岭 还有多远 不是很远 约有两里路 那我就不打扰了 告辞 既然已经快到了 赵寨主 何不来把花岭做作 我必会盛情款待 我担心去了以后 被李寨主杀了胃狗 想走 可没这么容易 这把花岭 赵寨主如不愿意去 那就死在这里吧 此地风水不错 埋葬在此处 也不算委屈了你 动手 我不愿意去百花岭 李寨主 你是否同意呢 这都是误会 我日后必会去黑湖岭 亲自向寨主赔罪 那我就告辞了 赵寨主慢走 大帅 你向这李二娘 展露出招武军实力 她不会四处乱讲吧 不会 这是个聪明的女子 大帅今天为何在演习上 要推许纳杨心当寨主呢 我觉得大帅完全可以担任盟主 哼 她郁闷的是 以杨志的睿智 岂能看不出杨心早想当这个盟主 否则怎会四处发妖请寒 杨志明明知道 还要问自己 以借此表达忠心 以后莫要在我面前耍这些小聪明 莫将知错 汉中将有大战发生 你立刻带人去南正 去兰师那里购买大批军械 在另外去其他地方购买一批粮食 把山寨里九成银两全部带去 带走九成的银两 这是不是太多了 你不用担心 我另有办法 你派人潜入柳城 摸清城内豪强大户的具体位置 接下来要做什么 不用本帅多说吧 大帅放心 在下明白 齐景云心中一喜 知道李相要干票大的 此时 百花岭上 李二娘回想刚才发生的一幕 着实感到尴尬 他本想教训一下赵丽 却没想到 对方实力比他还要强悍 齐兵寨珠 董福灵的主寨珠 送来一封咬清汉 咬清你去董福灵 说是要共赏大事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看着朱薇送来的邀请函 李二娘发自内心的硬 朱薇觊觎她的美貌 已不是一天两天的事 且此人一向贪婪自私 三日后 秦牛领下 惊奇招展 锣鼓震天 李夏昂穿越至今 尚未见过如此壮观景象 杨志观察良久 猜测兵马将近三万人 各山寨中士卒 几乎全员出动 诸位 据探报 柳城内官兵仅有三千余人 我军兵力远多过官兵 如今官兵 轻视我等 未有防备 如此良机 岂能错过 我一线在兵发柳城 诸位觉得如何 我军虽多 兵器却不如官兵精良 不是人多就能打赢的 我建议 先派出一万兵力 去试探官兵实力 然后再 荒唐 可笑 你说先派一万人去试探 哪些人去 哪些人留下 这又该如何分配 武器不如官兵精良 难道就不打了吗 你算什么东西 敢来教训我 我是你爹 出来在天堂 在天堂 我有一眼望诸位采纳 我等既然以凤阳心 阳寨主为盟主 就应该听盟主的 应现在制定盟约 规定如何打 什么时候打 既由盟主说的算 若有人不服 杨盟主的指挥 现在就可以离去 不要在这里耽误大家时间 我黑狐领照例 决定服从 杨盟主的指挥 既然众弟兄 以同意我为盟主 我先把话放在这里 若有人战场上不从命 贪生怕死 就别怪我阳心道士不客气 我等来自不同的山寨 盟军暂时叫万山军 各位觉得如何 好土的名字 柳城虽不好打 但官兵短期内不会来源 只要万山军十日内能攻破柳城 事则成矣 全军出击 攻克柳城 汉中的天 也该变了 王景大人 以打算派赢江涅石签 率三千南政部族 将于十日后抵达柳城 这样一来 共有五千多兵力 可以再次出兵剿匪 宋明元很高兴 这样就不用动用柳城的兵力 大人 有兵 发生了何事 大惊小怪 启禀大人 外面有人攻城 怎么可能 来继续喝酒 你说有人攻城 你该明白 若谎报军情 你会受到重罚 在下不敢谎报军情 城外确实有数万大军 但不知对方是何方兵吗 阳心竟然有这么多逃时车 甚至连巨石都背齐了 看来是早有准备 他们想要干什么 他们疯了吗 这是造法 我军兵力远不如敌军 只能死守柳城 等待远兵 柳城防务全由你说了算 只要你能守住柳城 本官必会上奏朝廷 为你加官进决 好使车弓箭手 做好准备 守军不敢出城 我军有的是时间先消灭一些守军 待会攻城时也能少牺牲一些弟兄 秦峰和王文开 作为武将只能站在城墙上 指挥士族做好防御 有好几次差点被箭矢射中 他们已在心中 多次诅咒张氏兄弟 祖宗十八代 如不是这两个白痴 他们岂会落到这般险地 攻城 民国 魏众将士助威 万山军士气虽高 但无论士士族训练有素 还是武器装备 皆不如柳城守军 一时难分胜负 秦峰想将万山军赶下城墙 并不是件容易事 兵力劣势过于明显 源源不断的万山军 正在攀爬城墙 双方的厮杀 难分难解 仅两个时称 城下和城墙上 已倒下近千名士族 战况如此激烈 柳城真的有机会等到援兵吗 第一天的战斗 从中午打到天黑 杨兴剑士族疲惫不堪 下令退兵 之前未指望首日 急攻下柳城 所以众人并不沮丧 诸位弟兄辛苦了 我敬诸位一杯 我等应争取在三日内攻破柳城 若拖延下去 南正的援兵一道 和城内里应外合 全军威仪 明日天未亮 立刻攻城 全天不停歇 守军必然疲惫不堪 坚持不了多久 盟主可曾想过 万一官兵半夜席营怎么办 可笑 官兵这么些人 守城尚且很难 又如何赶出城袭击我军 就是因为官兵人少 自觉守不住 所以才会冒险席营 立刻通知下去 晚上保持高度警惕 以防止官兵半夜席营 所幸 晚上并未发生什么 杨兴和卢伯良却不敢放松警惕 此战太重要了 他们败不起 第二日 万山军继续攻打柳城 惨烈的攻城战 从早上打到晚上 当万山军收兵时 统计出战死人数超过三千人 由此可见 战事是何等的激烈 而在柳城守军这边 死伤接近七百余人 光清里城墙上尸体 就花了不少时间 不能再这样下去 士组死伤已超千人 明日敌军攻势如 还是这样猛烈 柳城估计撑不了两日 而南正的援兵 还需数日才会抵达 行凶有什么想法 今晚出城西营 这些贼军不懂兵法 想必猜不到我会去西营 若胜了 柳城可保 他没说 如果西营失败 该怎么办 王文开也没问 两人皆明白 如今柳城已岌岌可危 与其等城破 不如主动出击 回城 快 我 眼下柳城空虚 盟主应该一鼓作气 挑灯叶大 攻破柳城 攻城 好啊 你们三个跪下 跟我们可两百个想投 若我们高兴了 或许会放了你们 既然不愿跪 那就杀了吧 万山军因官兵压迫太甚 被迫起兵 进城后 当善待百姓 不可滥杀无辜 不可纵兵强掠 百良兄说的对 我等若和官兵一样 欺压平民百姓 必会失去人心 诸位心中不爽 他对城内的财富 早已垂涎已久 这次攻打柳城 他损失了将近一千名士族 若不抢掠 如何能恢复实力 心中不由极恨起阳心 诸位趁其不备 悄悄脱离队伍 换来手下 让其去抢掠城内 大户钱粮 然后将抢来的东西 带回山寨 除了诸位 齐景云也趁乱带人 混入城内 冒充其他山寨的士族 直奔城内 豪强而去 万山军控制武库后 取出里面的兵器 进行大规模换装 来自秦牛岭的士族 先行装备 然后才轮到 其他山寨低士族 杨兴取出库房的钱粮 分发给所有参战将士 此举 再次拔高了杨兴在军中的威信 柳城被攻破 与汉中而言 无疑是一场地震 宋明元清楚 眼下能帮到他的 只有王景 如王景能够派兵 尽快收复柳城 并且愿意帮他说话 他或许能免于一死 你们几个 把身上吃的喝的都拿出来 这些钱赏你们的 你们几个是瞎子吗 是不是嫌钱少 这些是死人的钱 我可不能要 爹 你们是什么人 我们是鬼差 来送你们上路的 肯 肯请各位大哥饶我们一命 让我们做什么都行 好啊 你们三个跪下 跟我们可两百个想投 若我们高兴了 或许会放了你们 既然不愿跪 那就杀了吧 不要杀我们 我们愿意磕头 磕头 磕头怎么能没有声音 难不成是庄庄样子 不弄我等 真是三个剑骨头 坑怎么还没挖好 赶紧挖 埋完它们 我们尽快返回黑狐林 不要杀我们 赶紧埋 而等所作所为 与畜生有何差别 给你们留了全尸 当心怀感激 岂能妄想活命 可惜了 竟让宋明元和张行帽 这些狗贼逃掉 天网恢恢 说而不漏 这三人 坏事做尽 相信苍天 不会饶恕他们 盟主无需介意 是啊 反正早晚能抓到他们 我张报日后 必将他们碎十万段 此次大胜 着实让人开心 但官兵绝不会善罢甘休 盟主还需思量 接下来如何应对官兵的反扑 诸位无需担心 我早有打算 接下来 我会派人在周边募兵 也会接纳其他山寨的士族 万山军以后 将不止五万人 乃至十万大军 到那时 只要我等团结一些 何举官兵 盟主英明 今天诸位都在这里 有一个问题必须得到解决 万山军若要击败官兵 成就一番作为 必须上下一心 众志成城 但眼下 盟主却无法直接调动各山寨兵马 若需调兵 还需经过各位寨主的同意 战事一旦来临 军中效率低下 难保不会吃败仗 我建议 诸位寨主交出手中兵权 成为万山军将领 诸位觉得如何 堂下顿时一片哗然 众债主表情各异 没人反对 也没人同意 官兵定然会反扑 只有万山军团结在盟主身边 才能击败官兵 否则的话 只有死路一条 望诸位考虑清楚 若诸位不同意 盟主也绝不抢求 带上盟主给的钱粮 现在即可离开柳城 约服从杨盟主的指挥 见有人带头 接下来几个山寨也站了出来 表示愿意交出兵权 李夏昂和杨志 也很干脆的同意交出兵权 百花岭的李二娘 思考良久 念及自身力量 血实无法抵御官兵 终同意了此事 很快 平堂内仅剩下诸位一人 没有表态 我东府里此次损失不少兵 已无法帮到盟主 我就不打扰诸位了 既然他不愿意留 我也不强求 我给诸位将军 接在城内准备了府邸 诸位以后可以居住在城内 不用再待在深山中受苦 众人面有喜色 连忙表示谢意 深山里的日子艰苦 缺少各类资源 如今能住在城里 自然是极好 启禀盟主 诸位有大罪 绝不能放过诸位 必须对其进行严惩 诸债诸有什么罪 知道了二娘真名 想必你也能死而无憾了 启禀盟主 诸位有大罪 绝不能放过诸位 必须对其进行严惩 诸债诸有什么罪 早在制定盟约时 众人皆表示 若有人不服从盟主的命令 应给予重罚 诸位当时也是同意了的 进城前盟主三令五身 任何人不得劫略百姓 诸位却明知故犯 无视盟主的命令 纵容手下在城内肆意劫略 诸位违反盟约 应给予重罚 请债主下令 出兵征讨东府岭 请盟主放心 在下知道东府岭有条小路可以上山 仅需两千士族 即可轻松击败诸位 板花岭和东府岭 两处相距不远 我熟知周边地形 愿和赵将军和杨将军一荡 共同出战 你 若只是两千士族 倒是可以接受 诸位不给他面子 确实让他挠 杨兴思考片刻 任命李二娘为主将 杨志和李夏昂为副将 出兵两千征讨东府岭 卢伯良微微皱眉 看向三人 总觉得有些地方不太对劲 之前带来的招五军将士 全部带回黑狐岭 不用留些人在万山军吗 没必要 区区几百人 杨兴也不会在意 你去通知李二娘 我在城外 两里处等他 是 对李夏儿而言 你没必要再待下去 万山军点起了第一把火 至于以后会怎样 则是杨兴自己的事情 不得不承认 杨兴是个枭雄 卢伯良也是睿智之人 官兵若想剿灭万山军 并非一事 两千兵马无法攻破东府里 你既然认为 两千兵马无法灭掉诸威 为何还同意出兵 因为我想看看 你到底会耍什么花招 是杨志说的 和我有什么关系 哼 你不要以为我看不出来 杨志对你言听记足 二娘不仅长得漂亮 且心思聪慧 诸威的东府里 起码还有四千多兵力 且其占据显要帝势 如何能打赢 我自有办法 李夏昂眼貌金光 他盯上了诸威的山寨 钱粮 士族 尤其是刚刚 诸威在柳城 抢了不少钱财 担心他花得太快 必须尽快杀去东府里 我们可以打个赌 若我赢了 告诉我你的真名 是什么 我若输了 任你处置 好 我同意 什么时候攻打东府里 我要回去准备下 明天中午 东府里下相见 行 杨心有什么资格指挥我 无非就是多些兵马 若我与杨心换了位置 肯定能比杨心做得更好 唯一让他遗憾的是 李二娘留在了柳城 一想起他那美艳绝伦的样貌 如雪般的肌肤 诸威心里只痒痒 四日中午 李二娘带兵抵达东府里三里处 李夏昂早已到达 见到他身后的兵马 李二娘面色惊讶 夏昂身后一千士族 阵容整体 人人这甲 军中长弓 弓弩 长弩等一英俱全 另外 还有几台抛式车 其中多个士族 高举军旗 旗帜上写着 招武军三个大 两军会合后 共两千五百人 气势汹汹朝东府里杀去 诸威得到消息 又惊又木 让他意外的是 竟然看到了李二娘 而且 对方兵力没有东府领夺 因为贪欲 诸威没有先试探对手 直接率领三千东府领士族 朝李昭他们杀去 再等一等 诸威心中有些慌 他在队伍的后头 按理讲 寻常弓箭射不到他 但刚才一支巨箭 射在他三步外 东府领士族 尚未冲到招武军面前 死伤却已过百 诸威在荒万下 做了个错误的决定 令全军撤回东府领 固守山寨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 你马上就知道了 起疯了 这是好事 动手吧 东府领上 很多人受不了滚烫的烈焰 发出撕心裂肺的惨叫 山上宛如一片人间地狱 诸威此时完全失去了组之力 东府领士族 为了不被烧死 纷纷下山投降招武军 按照之前的约定 二娘可否告诉我 你的真名是什么 我姓李 林若涵 李若涵倒是个好名字 知道了二娘真名 想必你也能死而无憾了 求求寨主 饶我一命 我诸威此生做牛做马 也定会报答你 若涵 你相信他的话吗 此人阴险狡诈 不可信 你之前说过 我若下山投降 你不杀我的 是是是 你仔细回想下 我是劝你投降 但从未说过 投降不杀之类的话 送他走吧 东府领已灭 我也没必要再留下去 就此告辞 你要走 去哪里 自然是回柳城 将此事禀告给盟主 我没说过 让你走 你还须跟我去黑狐岭 你什么意思 我想走就走 想留就留 何须经过你同意 若涵 为何你就是不明白 我根本不可能让你离开 哼 我挥下一千余人 或许打不过你 但若要走 你恐怕也留不住我 但这些人 如果回去 对杨新 讲述了此战经过 杨新必然会对我取戒心 我虽不怕他 多少还是有些麻烦 这是你的事情 与我合肝 哼 若涵既然这么讲 那我也就不客气了 骑饼寨主 后方发现大两兵吧 你早有打算 要对付我是吗 嗯 他想要的 不只是诸威的东府岭 还有李若涵的百花岭 这两座山寨 君可容纳武 六千士族 很难让人不动心 哎 说吧 你到底想要干什么 请若涵以贵客的身份 和我去黑狐岭 半年后 我一定会放你离开 李若涵无奈 只能同意 如此一来 李向阳手上就有了五座山寨 吞并李若涵 诸威徽下兵马后 招武军总兵力 已接近两万人 刘沈宁驻守东府岭 黄头岭交给刘轩去驻守 又提拔宋军为千人统岭 驻守百花岭 半年后 你真的会信守承诺 放我离开吗 啊 什么半年 得知柳城失守 王景又惊又目 他想不明白 只是普普通通的剿匪 事情为何会变成这样 城池失守这样的大事 他即使想瞒 也瞒不下去 他估计 目前已有多张奏折 正加速送往精灵 再过几天 齐国朝野上下 都会知道此事 他是经三皇子推荐 才能当得上汉中刺史 如今汉中有事 必会牵连到三皇子 三皇子会怎么做 会不会为求自保 将他抛弃 王景不知道 现在唯一能做的 即想尽一切办法 叫灭乱军 尽快收复柳城 然后把所有罪责 全部推到宋明元身上 宋明元这么久都没有消息 估计要么投降了 要么是死了 还有张行元 张行帽这两兄弟 得尽快找到 替罪羊树木越多越好 哼 见过王大人 眼下柳城被攻破 不知大人要如何应对 兵来将党 水来土掩 如此而已 我会让镍石千代一万多兵马 速速赶到柳城 将这些贼军斩尽杀绝 这还不过 大人还需下令 取消各项科捐杂税 争取民心 争取什么民心 可笑 王景断然拒绝 不管情况多么危机 他都不会断了自己财路 镍石千资质平平 战绩一半 恐怕不能担此大任 属下打探道 贼手叫杨兴 归下兵马 自称万山军 目前万山军利用柳城的前梁 四处招兵买马 这样下去的话 其兵力甚至会超过汉中守军 大人不可不防 胡言乱语 光南正城内 就有三万兵力 区区杨贼 只侥幸赢了一次 等镍石千代大军杀到 杨贼难逃一死 大人只考虑胜 万一败了怎么办 若局面崩塌 后果不是你我能承担的 我说过 不会败 平反中守军的实力 足以消灭那所谓的万山军 剑阳鸣声 还要再说话 王景失去耐心 让人将他赶走 沈宁出自南正沈家 曾有沈氏子弟 在朝中当官 对齐国政局多有了解 于是被李夏昂叫来 为他详细讲述朝中局势 当今齐国皇帝江宁县 在15年前登基称帝 江宁县之所以能顺利登上皇位 其中一个原因 是得到金陵宁门陈氏的支持 江宁县迎娶了陈氏嫡女陈华亲为正妻 陈氏不以余力地支持江宁县 江宁县登上皇位后 立刻封陈华亲为皇后 其长子将成为太子 陈氏嫡子陈进为中书令 在齐国 中书令是文官之首 江宁县即位之初 朝政不稳 陈进全力相助 逐渐坐稳皇位 但随着江宁县逐渐掌握大权 他对陈家日渐不满 陈家的门声顾旧 编布朝廷和地方 这让江宁县对陈进有了忌惮 二皇子江宁 母家同样是金陵名门周家 他舅舅周召彭氏现在的户部尚书 同样位高权重 在夺敌中 江宁有个优势 他的长相和江宁县年轻时 极为相似 因此受到江宁县的重视 三皇子江宁 母家地位虽比不上陈周两家 王氏也是书相门帝 王景的亲戚是现在王贵妃 王贵妃常相望 虽比不上年轻纳慧 依旧艳色绝世 甚至齐帝宠爱 在齐帝江宁县的默许下 江宁四处往俄朝臣 许下众摩 收尾己佑 如今江宁身边 已有了一股不小的势力 四皇子江宁 其外祖父是现在的齐国驻国大将军柳之杰 柳之杰在军方威望甚高 一生从未打过败仗 江宁的主要助力接来自军风 但也恰恰因为柳之杰是江宁的外祖父 江宁贤不喜江宁 其地忌惮柳之杰 是 包括先帝 柳之杰是真正的战神 无论是对魏国的战争 还是镇压国内叛乱 皆是屡战屡胜 二十年前 柳之杰率打军十万 攻打魏国淮南 其军一路势如破竹 斩杀淮南军不下六万 眼看着就要全聚淮南 当时的先帝 却强行令他退军 导致功亏一睿 我想起来了 也是因为此战 后来淮南结束时 向大魏朝廷服软 还把他最爱的小儿子 送去了长安 表示愿誓死效忠为帝 因为以淮南的实力 根本无力同时 对抗为其两国 民间有传言 其地江宁贤年轻时 为争夺地位 暗中向柳之杰许诺 等他继位后 必会全力支持攻打淮南 柳之杰相宪 但没想到的是 江宁贤不仅没遵守成务 反而对柳家势力暗中打压 要不是顾忌柳之杰在军中极高的威望 顾忌早对他下了死手 夺地之争 不是你死就是我活 我和父王一朝不慎 满盘皆出 导致现在流落深山中 我那几个皇叔 虽表面看上去一副老老实实的样子 但我心里清楚 他们做梦都惦记着皇位 大帅是天资英才 以大帅之能 必能流转乾坤 这偌大的天下 定然有大帅一份 沈宁不识时机 拍了一个马屁 你觉得哪位齐国皇子 有机会登上齐国皇位 这个吗 沐江暂不清楚 目前局势还很乱 论雄才大陆 江宁贤虽比不上魏帝李坤 但帝王之术 早已玩得炉火纯青 他不会允许朝中力量失去平衡 无聊的法系 无非是那位皇子势大 就打压那位皇子 太子江城和四皇子江威 背后势力太大 于是其地打压他们 扶持其他两位皇子 王景那个蠢货之所以 能成为汉中刺史 并不是因为江宁贤 宠爱王贵妃 而是为了各方力量的平衡 相比美色 江宁贤最爱的是权利 我说的对吗 大帅英明正是如此 其地算盘打得很好 却没想到 王景是个蠢货 你说柳城失守的消息 传到金灵 江宁贤会是什么表情 这个估计会很精彩吧 柳城失守的消息 终于传到了金灵 其地江宁贤看着手中的奏折 心中无比恼火 当他任命王景为汉中刺史时 中书令陈静 周兆鹏等人 明确表达了反对 陈静对他讲 汉中和魏国关中接壤 魏帝李坤野心勃勃 早想要吞并汉中 刺史之职 非一般人可以担任 江宁贤不顾陈静等人劝阻 强行让王景成了汉中刺史 柳城太守宋明远横征到脸 陈多次劝阻宋明远要善待百姓 宋明远却仗着他是陈静的门生 丝毫不加收敛 这才有了柳城之势 另外 无限太守杨明生贪功 擅自派赢将王文开出兵 王文开兵败 投降了贼军 陈再三保重 十日内必会收复柳城 剿灭贼军 江宁贤和上奏折 脸色变了变 王景的这份奏折 真实度有待商榷 但宋明远是沉静的门生 这事却是不假 去换中书省官员和六部尚书 王景的这份奏折 中书令是否看过呢 陈看过 这宋明远是怎么回事 朕任命他为柳城太守 他就这么报答朕的吗 这一切皆是微臣的错 陈无能 无是人之名 那柳城之事 中书令觉得该如何应对 陈以为 汉中有数万精兵 王景定然能平息叛乱 收复柳城 参见中书令 不必多礼 你来我府邸 所为何事 下官有一事不明 六成之事 明明是王景的错 大人为何要把过错 拦在自己身上 宋明远确实是我的门生 柳城之事 他难逃其咎 早在三年前 朝廷就有收到地方上的奏折 奏报王景摊财 汉中百姓民不聊生 陛下皆是而不见 所以你想对我说 这都是陛下的错 对吗 你想让我当众 指责陛下用人不当吧 不不不不 下官的意思是 王景是三皇子的人 陛下自然是不会错 错的是三皇子 你今天来我这里 是太子让你来的 对吗 太子殿下的意思是 可以借此事打击三皇子 你去告诉太子 什么都不用做 任由局势发展即可 王景不是说 十日内可以剿灭乱碎吗 那就再等等吧 看他到底能不能收复柳城 下官明白了 若无其他事 你就回去吧 将我的意思 禀告给太子 是 下官告随 进来 老爷 刚才你和景大人谈话时 有下人在屋外偷听 是他派来的吗 是的 你安排人 悄悄处理掉吧 伏底里 最近又来了一些人 也要一并除掉吗 如是皇帝派来的 留下几个吧 否则皇帝岂会安心 至于其他人 不用再留了 是 陈静在花园里闲庭散步 想起了以前的很多事 在江宁贤年轻时 那时他尚未登上皇位 为求得陈氏的支持 经常来府邸里做客 曾有一日 江宁贤在花园里游完时 说了句 这陈家的花园 比宫里的一花园还要大 陈静当时听到后 以为他是随口一言 并未在意 如今想来 江宁贤或许从来没变过 无论是过去 还是现在 在他内心深处 始终忌惮着陈家 当时 陈氏尚不是陈静做主 是他的父亲说了算 陈静闲来无事 经常和江宁贤 一起把酒言欢 也为他夺敌出谋划策 江宁贤信誓旦旦的保证 等继位后 必会历经图治 清摇覆水 打击贪腐 然后攻取淮南 竟而一统天下 打造千秋盛世 年轻的陈静 相信了江宁贤的话 为此 陈静多次劝说父亲 同意江宁贤 和长姐陈华清的婚事 在强大的助力下 最终 他成功夺取了地位 陈静 花了十多年的时间 终于看清 江宁贤的真面目 可惜 实在太晚了 江宁贤 早已坐稳皇位 大权在握 幸好 江宁贤和他一样 头发已半白 无论什么人 一旦步入了晚年 就不愿再折腾 什么事 皇后派人通报 想过几天 让七皇子来府邸里 晚几天 可以 想来就来吧 整个齐国 几乎所有人都以为 陈静支持太子江城 包括皇帝和太子本人 但他们都错了 宝贤 我们也不断 咱们